Hello,大家好,我是小梗 今天来玩梦幻神器空岛 哇塞,那边的岛上有好多可爱的山羊 不过离我太远了 还是以后再去吧 看看作者在宝箱里留了些啥好东西给我 哇哦,一套金铁套装和武器 还送了一套十字工具 回家神器 虽然我跟某人可不是什么贪生怕死的人 但以防万一还是先拿上吧 这下就不愁打不过空岛上的boss们了 毕竟打不过还能跑 这边还有一个箱子 顺便看看 好多的零食啊 有了这么多零食 外出冒险就不怕饿肚子了 空岛生存第一要领 高速镇上必有宝箱 这里没有 那一定是在另一边 找到宝箱了 盐浆,蜂蜜,水,刷食材料 还有无敌平底锅 这些黑乎乎的难道是珍珠 算了算了,我拿平底锅就好 这些珍珠就留在这吧 出门逛逛去 咦,奇怪 天神哥哥,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啊 哇塞 原来天神哥哥是来下星星雨的 一直点一直有 转翻了转翻了 有那么多星星 我就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了 前面有传送门 收集好神器再来 否则无法击杀 那我进去看看总可以吧 奇怪 怎么进去又被传送回来了 看来只能老老实实的收集神器 再回来收拾里面的boss了 去看看其他传送门能到哪里去 赛博坦空岛 哇哦,好多的霸天虎 别打了别打了 哼哼,一下就狗呆了 这霸天虎怎么不讲道理啊 俗话说得好 柿子还得挑软的呢 对面宽岛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擂台啊 难道是要我去挑战他吗 嘿嘿嘿 拿上我的无敌平底锅 出发 原来是钻石巨人 不知道他的黄金铠甲 能不能顶得住我的珍珠 趁他不注意 啊哒哒哒哒 轻轻松松就搞定了 还掉落了一个拳套 太拳警告 挖矿神器 看我的 蓄力放 哇塞 一拳一个大坑 挖矿还不轻轻松松 咦 这玻璃灯下好像有什么 我敲 原来是宝箱 还有把脉冲加特林 不错不错 挖了一天矿好累呀 有了那么多钻石环金 我就能做钻石套了 再也不怕挨重了 不知不觉天都那么黑了 回去先睡一觉 明天去精致打早宝藏去了